米雪是不老女神,是香港演艺界的一个传奇,因为她已经红了四十多年,她主演了射雕英雄传《神雕侠侣大侠》或《袁甲倚天》《屠龙记公心记》《新白发魔女传》等180余部影视剧,粉丝遍及老中青几代人。 然而,米雪情图坎坷,与成龙有过一段失败恋情。 1984年,米雪与亚洲第一中锋,演员尹之强确定恋爱关系。 1992年,尹之强患上了鼻咽癌,米雪陪男友抗癌18年。 2010年,米雪在泪水和心碎中送走了尹之强。 1981年,香港亚洲电视出品的二十集武打剧《大侠或原甲》在港台热播,引起巨大的反响。 1983年,该剧被引进到内地,在广东电视台首播后,又在中央电视台及众多地方电视台播放,引发外人空想。 《大侠或原甲》是中国大陆引进的第一部香港电视剧,在内地掀起了武侠文化热潮及学粤语的热潮。 香港老牌女星米雪在剧中饰演女一号赵倩南。 剧中的米雪梳着两根垂便,妖戏练功带,一副萨爽英姿的俏丽模样。 该剧的热播让米雪成为一代观众心目中的女神,米雪也由此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内地影响力最大的女星。 该剧的主题曲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,经香港歌手叶震唐演唱,迅速风靡全球华人世界,至今在网上还有很高的点击量。 米雪祖籍广东省东莞市,1955年9月2日出生于中国香港,米雪的父亲经商,有好几房太太。 米雪有兄弟姐妹九人,是不同母亲所生,她在家排行第四,母亲不是正房。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家庭里,为了不被欺负和歧视,米雪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,擅长说话哄人开心。 因为米雪的聪明伶俐,母亲在这个大家庭里也没受到什么欺负。 1969年米雪14岁时,父亲不幸因病去世,家境一落千丈。 最穷的时候,家里人不得不靠便卖首饰或借债度日。 米雪上面有三个哥哥,都在念书。 米雪是家里的长女,她一边上学,一边在餐厅当服务员,在书店卖书,挣钱帮母亲补贴家用。 但生活的贫困并没有磨去米雪美丽的神韵。 1975年,米雪考入邵氏无限电影电视议员培训班。 结业后,米雪成为公司的签约议员。 1976年,米雪接拍70集古装武侠剧社《雕英雄传》,在剧中饰演女一号黄蓉。 该剧在香港创下了舒适奇迹,米雪因此大放异彩。 在剧中,米雪有很多打戏,她没有用替身,高难度动作都是自己上阵。 开拍前,剧组专门请了一名武师,教米雪和演员们武术。 米雪每天要练习六七个小时,以至腰部落下了老伤,至今还隐隐作痛。 1981年的《大侠或远甲》,1983年的《在象虎山行》,更是让米雪大红大紫,在四十集武侠剧《在象虎山行》中。 米雪饰演女一号江文英,该剧在内地首播时,同样掀起收视狂潮。 徐晓明演唱的片尾曲《刘步》,为《刘步》也风靡一时。 此后十多年里,米雪细约不断,相继主演了《风水二十年双龙出海血掌印》、《少林与永春黄家丽人》等一系列影视佳作。 到2000年之前,米雪就出演了近百部影视剧。 她接戏的数量和质量,在港台女星中受趋抑制。 美女从来不缺乏追求者,很多优秀男士向米雪表示好感,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成龙远没有米雪的知名度大,个头不高,长得也不帅,但他却是追求米雪最疯狂的男人。 米雪拍戏时,成龙经常骑着摩托车去剧组等他,然后将他送回家。 米雪拍打戏,双腿浮肿疼痛,成龙就从师父那里拿来跌打损伤药,让米雪放在包里随时涂抹。 米雪嫌成龙不是玉树林峰的那类帅哥,并不爱慕他,为此成龙还去做了双眼皮手术,以致一只眼睛发炎红肿。 此外,为了能够跟上米雪事业的步伐,成龙接拍了《罪拳蛇形雕首》等多部影片,紧接着,由于他武打动作精彩,表情搞怪,表演轻松诙谐,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。 1979年,成龙积攒了一笔钱,父母本来想绕他在香港买房子,但成龙为了追求米雪,用这笔钱给他买了一辆轿车。 与米雪恋爱后,成龙越来越红,戏约也越来越多。 这样一来,米雪与成龙经常各自在剧组拍戏,剧少离多。 1980年,成龙远赴美国好莱坞学习拍摄影视剧,由此结识了邓丽君,成龙被邓丽君的风采迷住了,身陷其中不能自拔。 这样一来,成龙冷落了米雪,米雪还以为成龙工作忙,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成龙抛弃。 1981年,米雪从媒体上看到成龙与邓丽君相恋的消息,才知道自己成了一个悲情的多余者。 屈辱,伤害让米雪的心情很糟糕,很长一段时间,米雪陷入了失眠,痛苦中,有一天母亲来看她,借米雪形容憔悴,母亲心疼地说,别人无情地离开了你,说明这段感情在对方心目中不重要,你却在家伤感落泪,这值得吗? 对付复兴人最好的方式,就是忘掉过去,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。 米雪咀嚼着母亲这番话,觉得太有哲理了,是呀,干嘛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 至此,米雪彻底释然了。 那时很多有钱有势的男人追求米雪,有的还是有婚姻家庭的,但米雪不屑一顾。 他找的是爱情,不是找金钱和地位。 1982年,米雪拍戏时邂逅了尹志强。 尹志强1956年出生于中国香港,比米雪小一岁,尹志强七岁开始踢足球,成年后是香港足球队的主力成员。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,香港足球队是亚洲强队,尹志强享有亚洲第一中锋的美誉。 尹志强外形帅气,身材挺拔健壮,给米雪留下了美好印象,而尹志强更是对米雪一见钟情。 随后他对米雪展开了追求,尹志强是一位暖男,朋友在一起打麻或者喝酒,他经常给大家煮糖水,炖燕窝,这让米雪心里很温暖。 与米雪相识时,尹志强刚转行进入影视圈拍戏,在《杀妻二人组执法者》等影视剧中饰演重要角色,但尹志强在演艺圈的知名度并不高,与米雪相比有着天壤之别。 尹志强狂追两年后,米雪于1984年接受了他的感情,这时米雪与尹志强都快30岁了。 尹志强多次向米雪求婚,他都没有接受,米雪在复杂的大家庭长大,加上妹妹的情感不幸,这让米雪有着恐婚心理。 从1987年起,尹志强每年都会一两次向米雪求婚,他总说再等等,谁知这一等就成了米雪永远的遗憾。 1992年,尹志强被查出鼻咽癌,米雪陪他在医院接受了电疗。 半年后,尹志强的病情得到控制,此后米雪不让男友去居组劳累拍戏,让他在家调养。 尹志强闷得无聊,经常去孤儿院做义工。 尹志强的父母,弟弟妹妹经常在家里哭,觉得他这一生没有婚姻,没有孩子,太不值得。 2000年,尹志强经过八年的康复,身体状况越来越好。 米雪要求与他结婚,尹志强不同意,我现在是个病人,已经没有能力给你幸福,结婚只会拖累你。 尹志强不仅不愿意结婚,还几次向米雪提出分手,但米雪早已与尹志强促成了家人,将他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,一直陪在尹志强身边。 2008年,尹志强开始在尹志强体内扩撒,他瘦得让人心碎,他的双眼神经也被尹志强损坏了,还流鼻血,嗓子失声。 米雪在医院陪男友接受治疗时,尹志强已不能正常吃饭,医生只能给他插喉进食。 米雪当着男友很坚强,可一个人独处时经常流泪。 2009年,苑方向尹志强下了病危通知,他一直昏迷不醒,经急救,尹志强清醒过来了,但身体极度虚弱,双眼视力急剧衰退。 2010年2月16日,尹志强在香港不幸离世,年仅54岁。 2月20日,尹志强被火化,看着一缕青烟升入天空,米雪哭得瘫倒在地,被尹志强的弟弟妹妹掺上车。 虽然没有与尹志强结婚,但米雪早已将他当作自己生命里的爱人。 尹志强走后,米雪与他的爸爸妈妈,弟弟妹妹一直有来往,逢年过节大家会在一起团聚。 2016年,米雪已经61岁,他去探望年迈的尹家父母时,姨母流着泪说, 志强走了这么多年了,你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,如果遇到合适的,再成个家吧,米雪流泪了,我忘不了过去,忘不了与志强走过的二十多年岁月。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与志强一起度过的,心里很难再接受别人。 说完,米雪深情拥抱尹母,我没做成你们的儿媳,这辈子就做你们的女儿吧,尹母热泪盈眶,我们一直将你当女儿。 很多人都说她长情,更有甚者,还说米雪为了爱,和尹志强举行了明婚。 对此,米雪在TVB单队单访谈节目里也回应了,主持人李芷山提出了这个外界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。 米雪亲口否认说,我们不需要,明婚虽然是假的,但米雪和尹志强的感情是真的。 当李芷山提起尹志强的时候,米雪还是笑得跟热恋中的少女一样,提到抗癌过程,米雪也还是会哽咽。 米雪回忆说,尹志强在最后的抗癌路上,是无憾的,因为他们彼此珍惜和对方在一起的每一刻,他们之间是默契的。 如果人生只有500日,与其愁眉苦面,不如乐观积及面对。 在尹志强离世前,米雪和男友也会聊到生死的话题,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,米雪也深知,人不能一直沉浸在悲伤里,要向前走,要生活,因此,米雪才能很快投入到工作,接受一个人的新生活。 到如今,米雪自己也说,虽然男友已经不在了,但总觉得她就在自己身边。 米雪一直未婚单身,她没有婚姻,没有孩子,便将爱分洒给弟弟妹妹的孩子,体会别样亲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